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 在大山之中 饲养出近百万只金凤凰 一年产值三千多万 在天灾面前 她凭借着怎样的勇气和毅力 度不处处难关 一个人在被窝里面 哭完之后第二天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面对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 她有着怎样 独特的体会和感觉 有苦有甜 有笑有泪的那种生活经历 才是比较有知有恶的一个人生 敬请收看本期流行无限 金凤凰午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流行无限 四川省大阴县的白角滩村 是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小村庄 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 却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饲养的山鸡不仅能飞会跳 而且还吃着无果杂粮和滋补身体的中药材 更让人惊叹的是 她白首起家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就成为了全国农村青年的致富带头人 今天我们就带你一起去认识这位 在大山里实现梦想的女人 吴燕 在大鹰县白角滩村的一处养殖基地 我们见到了吴燕 三十六岁的她十分尽大 举手脱俗间 显现出四川人热情直爽的几个 吴燕是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原本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 如今她用了九年的时间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致富能手 她在中国的四川 安徽 浙江 云南等九个省份 建立了养殖基地 每年销售出的山鸡近百万只 能够创造三千多万亿的经济效应 她不仅被授予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靠 她的养殖基地 也成为了全国农村创业青年的 技术培训基地 全都照上了 我想知道您现在这个养鸡场 规模有多大 但是这个场地就是 接近三四多亩 四十亩左右 四十亩中有一年可以出南 也计是一万多 接近两万只只 两万多只 对 您所有的规模有多大 所有的规模一定是八十多万只 一年产值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 对 最开始投资的时候是多大面积 很小 我们当时投资的时候 大概就是十几亩的山地 加一个废弃的学校 当时规模就只有很小的 几十只开始慢慢起来的 最初投了多少钱 最初那个钱就是 东兴西策地借到五万块钱 起板 就这样一个数据 就最初的五万块钱 到今天变成每年三千万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 是 现在 目前像这样规模的养殖场 吴燕在全国还建立了五百多家 有的是他自己创立的 也有的是他和当地农民 一起合作养殖的 仅仅九年的时间 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 依靠着自己的双手 打造出一个山鸡腕锅 这让我们不由地对她刮目相看 也对她的养殖场充满了好奇 别的养殖场都是在鸡棚子里 用笼子养殖 可是吴燕的养殖场 却建在了山林间 我现在站在这儿 这个角度我看得特别清楚 我才发现 这山林都用网子给照上了 是 是 是 这山上全是网子照上的 都是给野鸡生长的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照上呢 野鸡要飞的 但是我们要想往它原生态的 在丛林里面生长的环境 我们就用网子照上 让它自然地在丛林里面生长 就呼吸它的新鲜空气 采释它的野草 比如说虫子之类的 等一下我们上山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现在上去能看到吗 可以 没问题 原来这整座大山 就是一个天然的养殖场 而巨大的滤网 则是为了防止山鸡 跑出这片树林 这种独特的养殖方式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也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跟随着吴燕 我们进入了茂密的树林 慢一点啊 我哪里吧 我不好爬呢 是啊 一进入树林 我们并没有马上看到 传说中的山鸡 有看护吗 除了各种树木外 只能看到几个未实用的石槽 吴燕告诉我们 因为正值中午 很多山鸡 会到山顶的一片空地上去休息 那里是他们的卧室 如果是平时 他们大都会分散在各处密室 有看护吗 十多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山顶 在一处开护地带 我们见到了四五十只山鸡 现在看到野鸡终于亮相了 闪亮灯彩了 没有这么多 对对 你看见了吗 这个尾巴是不是多长了 多漂亮的 看到了没有 真不少啊 整个这个山头都是 全是 你看还吃食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有食用山鸡的传统 它不仅肉质鲜嫩 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本草纲目》里就曾记载 山鸡有着骨气血 令人聪慧 只泻力除五脏喘息的功效 因此山鸡在历史上 也成为了皇家的功夫 清代乾隆皇帝时候 曾赞叹不已 写下了 临阵塞北三千里 未压江南十二楼的诗句 而无厌饲养的山鸡 与传统山鸡不同 这是它自己培育的 一个新品种 这个品种的市场价格 可比普通山鸡要贵不少 我现在一只野鸡 最高的是卖三百多 他们说 你的野鸡为什么要这么贵 后来我都跟他说 我的野鸡就是这么贵 它就值这个价格 和我们平时印象当中的 这种野鸡有什么不同吗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平时的野鸡 要么就是我们本地的野鸡 要么都是美国的奇产山鸡 美国的奇产山鸡 它体型比较大 但是它的那个肉质 相对比较粗糙一些 抗病力相对要差一些 本地的野鸡都是 抗病力特别强 但是它有缺点 就是它的女毛 毛手比较黯淡 那么我们通过杂鸡之后 都取得二者取得它的优势 抗病力非常强的 它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房间下 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 像现在这种品种 只有这儿有吗 应该说只有我们这儿都有 吴燕用本地野鸡 与美国引进的 七彩山鸡进行杂鸡 培育出了这种 被命名为金凤凰的独特品种 这种山鸡不仅在肉质上更加鲜嫩 抗病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也很强 非常容易养殖 除此之外 吴燕还创新了一种新的喂养模式 除了放置一些五股杂粮外 它在山林间种下了近百种中草药 这些对人体有滋补效果的中草药 也成为了山鸡平日里的口粮 您看我进来就感觉这个环境 真的特别好 而且我会感觉到 闻到这种树林里面的这种花香 因为我们四川像这样的丘林 山林 树林非常多的 资源非常多的 它的里面吃的全是这些野草野花 而且那些野草都带有一些 中层药的成分 包括这种野山枝 这些 您说这些东西都是野鸡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它那些花呀 蛤蚀啊 椰子啊 都是它可以吃的 就是整个这树林里面 是它们随便取食的东西 随便取食 包括我们这个柏树嘛 柏树柏树 它的蛤叫柏树蛤 它也有像我们胃部消化这些 都可以起到一些保健 或者是平时治疗的一个作用 吴燕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 喂养出来的山鸡 身体十分健壮 往往一飞 就能飞出十多米远 然而这能飞会跳的山鸡好是好 可是却把带鸡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么固定能回去拍摇 这个怎么抓呢 我们专门有抓鸡的网 那个咬子 咬 跟它咬下去 跟它口座 再带起来跟根口腹 但是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很不容易吧 很不容易的 这个要讲究一个技巧的 这是准备要抓鸡了吗 对 准备抓鸡的 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然的环境里 无眼的山鸡 要比普通圈养的山鸡更加野性十足 再加上山鸡生性胆小 周围环境稍有响动 就会惊慌失措地跑开 因此一般人想要抓住它们 可得飞着一番功夫 前面有鸡吗 有鸡 在那个草那边 很难的 这个白鸡是挺难的 你看全部飞到树上去 太灵活了 它们已经有风吹草的 那刻就上树了 看来这歹鸡的活儿 的确是不容易 无眼自己也笑成 它所饲养的山鸡 确实是有些条件 有时候得用上大半个小时 才能抓住它 待到一个了 抓住了 抓住了 好不容易 终于给抓住了 这个鸡你看看 你可以抱一抱 可以 可以把那个枣 就这样给它拿下 它不能抓人的 对 它很有劲儿啊 对 挺结实的 你把翅膀给它 打一会儿就可以了 你看这只鸡 费了好大功夫 我们才得以 近距离地仔细观看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山鸡 杨杨抱它的时候 还感到有些害怕 不过山鸡那色彩艳丽的羽毛 以及可爱的神情 很快就让我们喜欢上了它 把翅膀给大家打一会儿就可以了 你看这只鸡 它的鸡光挺红的 我这样看 我觉得这只鸡好漂亮 它如果是在山上放养的 你看它那个嘴角 是挺尖的 腿尖的 它这个尖是因为什么呢 长年累月的 这是它生长的几个月 就在这里面抓那些石头啊 树干啊 给磨出来的 还有它那个脚趾 脚趾也是挺尖的 是 这只甲叫只甲尖的 对挺尖的 尾毛是挺长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对 它的羽毛是可以做工艺发的 可装饰的 我们的羽童包 那个有的衣服上 它这些毛领啊 这些衣服 它这些毛 都可以做它的装饰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 吴燕告诉我们 山鸡不仅外观好看 它的浑身都是薄 除了鸡肉可以食用外 它们鲜艳的羽毛 还可以制作各种工艺品 除此之外 山鸡产的蛋 也非常受人们欢迎 通常市场上普通的鸡蛋 售价在一斤五六元钱 而一枚山鸡蛋 就能卖到五六元钱 并且是供不应求 在吴燕的带领下 我们在山林里 寻找起了山鸡蛋 由于山鸡是散养状态 它们产蛋的地方也很随意 山路边 草丛里 树干下 都能有所发现 你看这个有个窝 应该是有的 看见了 看到了吗 哎呦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草窝 感觉一个土坑里面 一个小蛋 真可爱 我捡出来你看看吧 好 你看这个 哎呦 好小巧啊 对 很小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子鸡 最开始产蛋的鸡产的 为什么呢 鸡蛋相对要小一些 如果产蛋的次数 相对要多一些 比如说产个几次蛋的 鸡鸡产的蛋相对要大一些 哦 这就是新妈妈产的蛋 对 山鸡蛋不仅大小差别很大 颜色上也有区别 青绿一些的蛋 是吃青草较多的鸡生的 如果是饲料吃得多 生出的蛋颜色也会浅一点 但是无论哪一种颜色的山鸡蛋 它们的营养价值都非常高 像我们这么走了一会儿啊 就能找到几枚蛋了 对 现在产蛋量能有多少这样一个基地 这个季节正是它的产蛋高峰期 一天能够捡到四五百枚那个野鸡蛋吧 吴燕告诉我们 别看这些小小的山鸡蛋并不欺养 但就是这些鸡蛋 每年就能给它带来上百万的生物 如今 随着吴燕所饲养出来的山鸡品种不断推广 每年仅各地的订单数量 就达到了上百万只 在它的带动下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周边地区就有五千多家农户 进行生机养殖 每年产生上亿的经济效益 跟着您一起干的这些农户 一年它们能赚多少钱 能产生多大经济效益 它们一年存收入最多的 可以达到十多万元的经济收入 最少的也是两万多元钱 想想你一开始说的 五万块钱起家 对 我今天来到这儿 看到您这样的成就 再想想您当年 面对这种生活的困境 当年想过会有今天吗 没有想过 我当时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只是想过 我要寻求自己的生存 这样一个能力 但是在自己想生存下去的同时 我也抱着一个就是说 既然我在做这个事情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一定要想办法去做好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致富 在农业农村盖出一份事业 传出一份天地 怎样的一段童年经历 让他立志要摆得贫穷 我就在那个村子口 就望啊望啊看 都没回来 创业中 他遭遇了怎样的挫折 养的东西出来别人不要 那个时候还是很痛苦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在离吴燕的山鸡养殖场不远处 有一处隐藏在大山里的老房子 这里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如今虽然吴燕和家人 已经搬到了县城里居住 但是每次路过时 他还是会上来看一看 1978年吴燕就出生在这里 在他的记忆中 当时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 现在再回到这个老宅 想起小的时候生活 感觉是什么样呢 它既是我苦难的回忆 同时又是我 很值得留恋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刚出生的一个年代 我们做的是一种茅草屋 那种茅草屋 而且很折的一个茅草屋 家里面人很多 大家都挤到一间 那么两三间屋子里面 那个时候下雨的时候 要漏雨嘛 为了避雨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在住店旁边 晚上在睡觉 也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生活 慢慢地成就了我自己 让自己从一个内心很强大 但是又很自卑的 那么一个小女孩 慢慢慢慢让自己走上 自己创业这条路 所以自己感到很苦 但是又很温馨又很甜 那个时候 由于家里经济困难 吴燕在童年时期 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 一双新鞋 虽然她是家里的老大 每次父母也只是给她 穿别人用过的衣服 吴燕九岁那年春节 父亲终于答应 要给她买一双新鞋 然而在集市上挑来挑去 最终还是给她买了一双二手皮鞋 即使那样 吴燕还是感到很开心 就是人家不穿了的那个皮鞋 那个底都磨得光了的那种 我当时一拿回来 我好高兴啊 我觉得我平时这么大穿 第一次穿皮鞋 挺高兴的 结果拿回来之后 穿挺羊盘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结果一穿那天 早晨打白头霜 打了霜那个地是很乏的 我就一脚伐下去都绊了 绊倒了就把脚绊弯了 那个时候我说 这个皮鞋其实不好穿嘛 怎么会不好穿呢 这一当中人生的第一个皮鞋 第一个皮鞋 给你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对 在我当时我都觉得 为什么我们那么穷呢 所以当时都觉得 那种自卑的心里面 真的很油然而生的 就慢慢地就有那种 自卑的压力那种感觉 那时候吴燕看到身边的同学 都经常穿着新衣服新鞋 有些自卑和内向的她 连和同学们一起玩耍的勇气都没有 直到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 让吴燕决定 要改变这种生活的现状 当时吴燕的父亲 在砖药厂里打工挣钱 到了大年三十那天 吴燕和家人准备好了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 可左等右等也迟迟不见父亲回家 我们当时那个公路是一路嘛 到了下雨的时候 就那个车陷到那个泥巴里面去了 拿煤炭那个砖厂里面 后来我们砖厂老板就要 希望把那个煤炭推的 那个车推出来 就把煤炭下到厂里面去对吧 当时就找一些人 因为大年三十大年 大家都在家里面团联了 对不对 稍微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都不非再挣那个钱的 大家都觉得那个又脏又苦又冷嘛 都不做 后来我的父亲就扛过锄头 带一个斗笠嘛 就去了 从早晨大概八点过吧 就为了那个十多块钱 我记忆当中当时就是十多块钱吧 就他一个人吗 对 就他一个人 我就在那个村子口 就望啊 望啊 怕啊 都没回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那时候 村里的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笼 放起了鞭炮 吃起了铁饭 而吴燕却还在村口 等了父亲回来 九十点钟吧 就他一个人 很瘦的那么一个老人 就刚扛着锄头 就回到家里面 在那一刻我就觉得 那个贫穷 对我记忆当中特别深刻 我说有一天 如果我真的 不需要再过这样贫穷的日子 我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走出这个山头 就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 一直在我心里面 一直就这样深深地 砸根在心里面 当时年幼的吴燕下定决心 他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此后吴燕开始隐身读书 1997年 19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 靠入了绵阳市的一所纺织学校 这个城市太美妙了 城市的里面的厕啊 人啊 还有那些烈红灯啊 因为农村 到了天黑的时候 全是一片黑 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到了城里面就不一样了 全是那种闪烁的 五颜六色的那种彩灯 对我来说 太有吸引力了 真的 第一天学校报到之后 把所有的东西 行李收拾好之后 我都去逛到那个街 我就看上那双高歌鞋了 因为本身我的过头 就比较矮嘛 当时觉得 哎呀 买一双这么高的鞋 什么样的高跟鞋 一双白色的 四十多元钱的那个高跟鞋 多少钱 四十多块鞋 四十多块钱 那个时候上学 生活费是多少 我自己用七十多元钱 从来没有穿过新鞋的物业 实在抵挡不住 那双高跟鞋的一口 可是生活费本来就少 它根本没有能力来购买新鞋 大段时间 每到周末 吴燕就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餐馆 没打击婚 从端茶送水到打扫卫生 只要他能干的活都抢着干 过了三个多年 吴燕记载下了将近二百元钱 那天 他拿着钱到了商场 把心仪已久的高跟鞋 卖了下来 当时吴燕就穿上了新鞋 和同学们一起在城里逛街 学校附近有一个临江市场 我就穿那个高跟鞋 就去转跟我们的同学去转街 结果那个高跟鞋真的不好穿 当时可能那个脚不合吧 那个鞋有一条小 脚大了 鞋小了 穿当时整个一双脚 全部给打烂了 但是我还是整个脱 就把那个打烂的地方 用纸垫一下 又穿 还是穿 继续穿 那么疼 为什么还穿呢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假如我这双高跟鞋一穿上 我就是真正的城市人了 我在农村是没有高跟鞋穿的 穿不了的 没有的 这就是我已经走进 穿的那个身份的象征吧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 想要什么就会坚持 为了这个目标去做什么的人 我觉得这种要想改变自己 自己要想达到自己 想要的一个目的 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奋斗 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它 去实现这个目标 虽然只是一双高跟鞋 但这是吴燕依靠着自己的努力 得到的第一份回报 这让他相信 只要努力和付出 就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命 1999年从学校毕业后 21岁的吴燕进入了 江游市的一家国营棉房厂工作 这时的他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愿望 终于走出了农村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在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 能够拿到一圈多元 随着生活的逐渐稳定 吴燕也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而命运就在不经意之间 发生了改变 2005年 吴燕所在的棉房厂 进行企业改制 在当时厂里很多员工都下岗了 吴燕也是其中的一名 想过将来自己的出路怎么办吗 想过我的今后该怎么做的事情 该怎么办 但是没有结果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不知道我前面的路在哪里 就在吴燕对前途有些迷茫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则 关于七彩山鸡的介绍 当时这种山鸡养殖 已经在其他省份普及开来 但是四川省内却很少见到 经过简单的了解 吴燕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创业机会 发展好的话前景十分乐观 那个时候27岁的吴燕 终于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 不过对于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没有创业资金 甚至性格还有些内向自卑的他来说 要想成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钱从哪来呢 借嘛 那个时候就 一个时候我们当时有一点钱 后来就在亲戚朋友那里去借 而且借当时凑起五万多吧 所以其实是倾尽全家之力 全家之力 对 所有的资金 全部砸到那个养殖场来了 不担心吗 怎么就敢做了 我就想反正管他那做嘛 先做起来再说 我觉得还是心里面反正一股 只得那个不服输的那种感觉 总觉得是不是我这一生当中就这样 被人瞧不起 或者整个命运 这些不好的命运就落到我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怕 应该不是我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贫穷 吴燕曾选择从农村来到城市 这一次 吴燕又因为生存的需要 不得不选择从城市回到了农村 很快吴燕就在村里 找了一个荒废的场地 租下了一间废弃的下舍 开始了他的山机养殖 当时他的丈夫还在城里工作 创业初期 养殖场里的活 都只能由吴燕一个人来干 才开始把这个学校租下来的时候 开始我还是下来看了一次 因为说比较特别旧 特别破烂 这里面的草都是荒草 已经是以人多生的荒草 就像那边山山林地一样的 很久很久没有住人了 屋里都比较潮湿 比较杂乱 我说这么破旧的地方 你能住下来吗 他说他能 他有一边把自己打扫出来 把草缓出来 挺辛苦的 手上啊 我手都打去雪炮了 我说看嘛 你回到农村这个手 都像一副粗糙的手 行不辛苦 他说没事 我一定要成功 在建好了鸡舍 清理好了房屋后 胡燕用剩下的钱买来了三千多枚机档 在当时 因为资金有限 他没钱买专业的孵化设备 只能用电热毯加热这种图办法来孵化机 用电热毯里面装水 插上电就可以敷小机了 我就在那个床上敷了一串大的电热毯来敷小机 敷了多长时间啊 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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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23天我是天天看天天看 晚上也飞来 而且那个敷蛋要放蛋的 比如说那个蛋今天在这一面 我明天要把它放到另一面去 但是他那个可能当时我就是在温度那个均衡度上 没有掌握好 所以就没敷出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蛋都不行了 因为24天没有出来一个小机啊 野机的那个敷发的天数就是 最长的就是24天 25天左右 没有敷出一个小机来 肯定就不行了 就把那个蛋一看 全报废了 那你所有的当时投入圈 全砸到里面去了 对对 全砸到里面去了 很难的当时 无法预料到的结果 让初次创业的吴燕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他们又想到 看似简单的山鸡养殖背后 其实有着很多的学问和技巧 在向亲戚和朋友们又借了三万多元后 吴燕开始了第二路养殖 有了前车之鉴 他买了孵化设备 很快五千多只小鸡孵化了出来 然而想要照顾好这五千多只小鸡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四五点钟起床 晚上基本上有时候十一二点钟睡觉 这是家常变换的 因为起床小还小要把它看好 看到要危机 每天休息多长时间 我记得我他开始的时候 最长的时间可能也就四五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都有 因为有时候除了照顾家里面 自己还要锻炼慢慢去学看书 所以那个时候休息时间特别少 那个时候吴燕一边喂鸡 一边还要照看年幼的孩子 两头都得要坚固 实在是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一天 吴燕一时舒服造成了一个意外 我就端着一盆粮食 我前脚走 走进去我就不用脚把那个门提开 我就把那个门顺手又提回来 就关门嘛 结果一关门那一刹那 就听到我的那个女儿 哭得特别心痛 特别伤心 真的那个是 当时他那个手嘛 就被那个门缝给压住了嘛 当时那个小枝头那个皮 都掉到外面上 所以我当时那一刻 我就把我的女儿抱到房间里面 他也哭 我也哭 结果一抱过来 他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发高烧了嘛 所以当时我都觉得 心里面特别痛苦那个时候 就觉得作为一个语人 即使养殖场里的事情再多再累 吴燕也没有后悔过他当初的决定 然而因为自己的一次小小的失误 而让女儿受伤 这让吴燕第一次有了深深的自责感 其实那个时候感觉 事业和孩子之间是无法兼顾的 是 那时候觉得 哎呀 我还是不是一个母亲呢 是不是我女儿的一个妈妈呢 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 你已经走上这条路上了 如果我不住的话 我放弃的话 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我已经是一个失败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想过放弃 但是想到这些我又还是坚持下去 头一天的痛苦 晚上有可能一个人在被窝里面 伤心地哭 哭完之后第二天 我这一大胎子事情 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怎样就怎样 还是把自己的那个调整得非常好 一心想要实现自己梦想的午夜 没日没夜的铺在养殖场里 在当时 他发现自己所饲养的山鸡品种 并不能太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 肉质也有些粗糙 于是他请教了县农业站的专家 在他们的指导下 吴远开始用本地野鸡 与七彩山鸡进行杂交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 最终培育出了一个独特的品种 当时五眼希望能够靠这个新品种 改变贫困的生活 于是为他起了一个寓意十分美好的名字 金凤凰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带着这些金凤凰去市场售卖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感兴趣 手里面拿着鸡 最后到餐馆里面 夹着这只鸡 到餐馆里面去推销 人家不要 人家不接受 所以说这个野鸡还能吃吗 怎么吃呢 这么小就吃300多啊 这个太贵了 我们不要 那你听到这句话 当时还是挺受打击的 因为我在养出来 发了这么一年多的精力 这个过程我吃了这么多苦 养的东西出来别人不要 那个时候还是很痛苦 在当时 由于当地人对于山鸡还不太了解 市场里的接受程度也不高 为此 无言只好每天一早 带着山鸡到市场上去推销 等到中午再回到养殖场里喂鸡 一趟二十多公里的山路 他需要骑两个多小时的车 每天来回奔波 无言疲惫极了 长期的劳累以及生活的压力 无言得了严重的胆能炎 有时候一疼起来 他就在床上打滚 到了最严重的时候 无言只好住院治疗 由于山鸡没有卖出去 资金又困难 那时候他连住院的费用都交不起 至今大英县医院的杨大夫 还记得无言来看病师的身体状态 痛得很厉害 剧痛那种 我们跟他说呢 我们跟他说等于说呢 要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 因为他减轻工作压力 那个心理压力太得轻松 但是问题是他上过来 没有办法 因为他该起来 刚好起肚 他每次都得了病过后 又是高王家走了过后 每次我们宽的鞋 等几天他都马上要转来 都凭这一点都看出 一个人的所知成绪 看到无言为了事业那么拼命 杨大夫和医院的工作人员 都对这个看似温弱 却内心坚强的女人采出 但是你自己不包袱身体 当时他们除了在住院的费用上 尽力帮助无言 在治疗上也对他无微不止 一天天下来 无言的身体得到康复 为了感谢大家 无言会经常多熬一些鸡汤 多煮一些鸡蛋 带给大家品尝 这一吃他的山鸡 所有人都觉得味道不错 很快一穿十 十穿百 没想到这小小的山鸡 竟然一下子在县城里热卖了起来 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可以吃 而且非常好吃 又有营养嘛 或者都觉得 大家都慢慢慢慢地 介绍客人 都过来 我的产品就有了销售的地方了 这和你之前一个人 在苦苦地推销 完全是两个情况了 对 两个情况 对 因为之前 我是怕去跟人家打交道 现在想去跟人家融入一体 但是害怕 怕被别人拒绝 这个通过跟杨院长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社会当中还是有这么多好心人 我就愿意把我的心扉敞开 去跟他们交朋友 去接纳这个社会 当中每一个人 也让每一个人来接纳我 跟我交朋友 通过一次住院的经历 吴燕打开了自己 长久以来的自卑心境 这也让她的性格 变得更加乐观 直爽 很快 吴燕的山鸡 在县城里受到 越来越多商家的勤奈 甚至有些外地的客商 都文信赶来靠查 那段时间 吴燕一下子签了很多订单 其中和九寨沟景区签订的合同 您供货量就达到了15万只山鸡 这一下子可把吴燕高些快 在她的鼓励下 吴燕的家人也都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养殖场的事业中 2007年 29岁的吴燕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要成立合作社 扩大养殖的规模 有没有担心过 这么一样一个合作社 办起来了 万一失败了 您会有很大风险 想不过 但是我那个时候想得更远 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通过我自己这个 一个释放的作用 来带动周边所有的乡亲朋友 一起跟我一起来做这个野鸡养殖 而且订单 当时十多万的野鸡的订单 所以当时我们初步的想法 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成立合作社却遭遇地震危机 她面临着怎样的机会 我那一刻真的给瘫了 怎样的一次机遇 让她彻底改变了人生 我一听 哇塞 五十六万的野鸡 哇 太幸运了 流行无限 精彩积蓄 2007年 吴彦在村里成立了 促勤养殖的合作社 一开始 设研就达到了三十多家 那时候吴彦负责 把鸡苗卖给农夫 等到山鸡出栏后 再由她来统立收购和销售 然而就在她准备大展拳甲的时候 一场危机却在悄悄地降低 2008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四川的很多景区都成了重载区 一天 吴彦刚回到家里 她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电话响了 就跟我说 你是吴彦 我说对 我是吴彦 她就说我是韭菜沟的 她就说 小吴 吴彦 我真的对不起 我们那个订单被取消了 我那一刻真的被贪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我还抱有仪式放下 我说难道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我说我所有的产品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她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事情我们也没办法 订单一取消肯定就意味着 我的灾难来了 我的出入没有了 这么多产品往哪里销啊 订单虽然取消了 但是养殖户的山鸡都已经到了要出栏的时候 面临着卖不出去的经济 许多养殖户再也坐不住了 着急的时候 甚至有人到吴彦的家里去讨一个说法 因为和养殖户签订的合约 面对当时的情形 吴彦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收购山鸡 最困难的时候 她只好用家里的物品去抵债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跟怎么做 没有方向呢 你当时是心里怎么想 那个时候很痛苦 我也是很无奈 那段时间 为了能够迈出去一些山鸡 我远整天都在外面跑销路 从成都到绵羊 从穗宁到南充 她几乎跑遍了整个四川省 然而到了2009年 十万多只山鸡的销路依然没有美步 而养殖场里却需要各种开销 当时吴彦和家里人只能是借钱度日 就在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里 又一场灾难的到来 几乎把这个弱小的女人压垮 那个时候我们的鱼厨是很简单 因为没钱嘛 搭的很简单的一个棚舍 就是当时一个稻草盖的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烟道 就是给鸡升温的一个烟道 就是在外面烧火啊 才要往里面进去 刚下到那个房间里面去 她的感觉都不对 结果后来她说 反正感觉从鱼头上 觉得不对 睡不塌死的一种感觉 她又扒起来 而且爬起来之后就看 只看到那个天上的核烟架势帽 而且火光 面光 再往天上伸 像这个地方 当时的火苗全部漂到那个外面来了 现在看这个痕迹 那个火还是很大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着急 我当时就我们喂鸡那个水 我就现场拿着这个水 就往房间里面倒 去浇 去泼 就很想把那个鸡苗能够晚飞一点 结果到头来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原本就经营困难的养殖场 却在关键的时候再次遭遇我们的 那一次 五眼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鸡苗 欲哭无泪的她 在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的时候 也到了几乎无法承受的地步 然而从小在生活中的魔力 创业道路上的每一次坚守和付出 逐渐让这个四川女人变得隐忍坚韵 即使在灾难面前 她也毅然选择了去面对 每天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挺难 做事挺难的 为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自己在创业这条路上 真的能够成长起来 这条路上是非经历很多很多 这种特别痛苦的事情 有过抱怨吗 其实没抱怨 这个没抱怨过 这个说真的 因为抱怨的话 你如果面对一个事情抱怨的话 也起不了作用了嘛 你抱怨这个事情 还是要得解决下去 所以抱怨这块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抱怨 只是一直在尽力想办法 解决这个事情 在一次次的磨难中 吴远逐渐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就是这种不服输的性格 终于让她等来了一次 转变命运的机会 2009年11月 吴远得知上海要举办一场 四川农产团的展销会 当时大英县 只有七个参展企业的名义 其中六家已经确定了 吴远预感到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第二天她就带着资料 找到了组织展会的负责人 并且争取到了 剩下的一个参展名额 当时都做了什么准备 就准备资料 同时想到上海滩有外国人 我又重新把英语书 从老师那里借来 重新翻起来学练 简单的 你预备了什么样的对话 你好啊 How are you啊 谢谢你上课 对不起 所有人I love you 这些都练过 因为之前我们好多年 没学英语 练习得很吃力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为了去参加展校会 每天基本上都是 四五个小时练习那个英语 同时那个时候 还在包括网上 还查了很多很多资料 比如说我的野籍的云样价值 野籍的一些特点 怎样去吸引我的科商 怎样去打动我的科商 所以这些东西 我都足足地准备了一两个月 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 吴燕带着他的山鸡前往上海 一到上海 他就被壮观的展会现场所震撼 在几千平米的展厅里 各种土特产和农产品琳琅麻布 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客商 更是热情十足 几乎把每一个展台 都为得水泄不通 这种热烈的场面 吴燕还是第一次见到 反正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整个一个上海大展 那个农产馆里面 几千人在那里面涌动 我当时心里面多高兴啊 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来了 我就发那个宣传资料 使劲地发 建一个发一个 建一个发一个 就又跟他们推销嘛 跟他们说嘛 包括我之前在家里面练的 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使劲 发费在这个展校会上面来了 嗯 当时看的人多吗 感兴趣的人多吗 特别多 天天就我这个场面 人群爆满 所有的人都过来看 都过来问 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是野鸡啊 哪里来野鸡 我们四川的 四川大赢了呀 短短的几天展会很快就过去了 回到家后 吴燕每天都能接到 好几个洽谈合作的电话 其中 一个十分特殊的电话 让他兴奋不已 他的电话上 他说我初步预计 我们要订56万只的野鸡 我一听 哇啥56万只野鸡 哇 太兴奋了 我以前一年销售还不到两万只吧 就有一万多只野鸡 这个时候五十多万只野鸡啊 天哪 我简直高兴惨了 我就第一时间就跟我们附近 当时我的活着社里面有三十多个人 我说你们不用愁了 野鸡销售的订单来了 没问题 我说你们的野鸡 不仅仅是要在我们大营销售 在我们的成都销售 我们的野鸡要销往上海了 当时大家都是为我发文夫 都觉得挺了不起的 我是我们四川当时 应该是我们瑞宁市嘛 唯一的一个在上海 全为这样一个大连来 如今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打拼 吴燕不仅在全国很多省份 都建立起了养殖基地 还带动周边的农夫 一起发家致富 每年创造出近亿元的经济效应 2013年 吴燕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接受了农业部的表彰 获得了第八届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彪冰的称号 北望艰难地创业一下 吴燕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在他看来 这种经历 反而值得他去珍惜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 你都是一个非常开朗 非常阳光的人 特别爱笑 对 也许我自己觉得 生活当中有苦难 但是有苦有甜 有笑有泪的那种生活经历 才是比较有知有恶的一个人生 所以虽然肥想起来 那个创业是挺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还是挺有价值的 这种经历 对我来说是一个财富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 苦难是一种财富 对 苦难是一种财富 如今随着生活的好转 吴燕也在县城里 购买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居住 楼下最为办公的地方 楼上则是他们一家 生活起居的卧室 吴燕告诉我 从小过惯了简朴的生活 他的家具是很简单 虽然没有太多的摆设和家具 但是一家人却生活得很开心 充满了家的安心 家具也还挺宽敞 因为从小就是做的小房 做的那个烂房子 现在就是梦寐以求的 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 多大面积 160多个频发 实现了 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对对 非常高兴 我觉得是你们两夫妻两个 一起努力走到今天的 特别不容易 她父子最多 是吗 她特别优秀 也是 她是那么支持我的好男人 真的 在吴燕看来 虽然今天的生活稳定了很多 养殖场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 但是作为一个走上创业道路的女人 她依旧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事业上 而在这个过程中 家人对她的支持和理解 是她继续走下去的一份动力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想做一番事业 有的时候会不会在家庭和事业当中 会有一些矛盾 会照顾家的时间多吗 现在 这些责任 这些担子 基本都落在我的老婆身上 因为我经常出差的时间特别多 为了自己想实现更大的梦想 还想去拼搏 还想去奋斗几年 还想再奋斗 对 爱人还要在前面跑 你要在后面继续支持她吗 如今走在乡间的小道上 吴燕有着诸多的感慨 对于她来说 曾经为了摆脱贫困而离开的这个地方 如今却是实现她人生梦想的家园 现在感觉自己幸福吗 幸福 我现在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人 为什么 我想就是说 外部可能就是我们做我们特种养殖的一个 生加工的产品 包括今后一个什么观光型的农家乐啊 生态的一个田园风光啊 这个场景多美妙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一个产业 一个事业 能够带动更多的广大的农村去致富 去脱掉这个贫困的那个局面多好啊 也不是那些人